各位亲爱的学员朋友们大家好 接下来我们学习第十九讲 了解被审计单位及其环境的 除了内控以外的前面五个方面 那么基于18讲 我们讲的这个风险评估程序 四个小程序 询问 检查 观察 分析程序 那么注册会计师 接下来就是来了解被审计单位及环境 六个方面 那么十九讲讲的就是 这六个方面的前面五个方面 好 那我们正式开始讲解十九讲之前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整个风险评估和风险应对的一个业务流程 那么我们说风险评估 就是了解 识别 评估 重大错好风险 那么了解讲的就是了解被审计单位及其环境 六个方面 那么这个就是六个方面 那前面五个方面 就是我们十九讲 要给大家讲解的 而第六个方面 了解内部控制 那么是二十讲的一个内容 好 那我们把这个六个方面过一下 了解行业状况 法律环境监管环境及其他外部因素 了解被审计单位的性质 了解被审计单位对会计政策的选择和应用 了解被审计单位的目标战略相关基因风险 了解被审计单位的财务业绩 衡量和评价 这个是十九讲的内容 然后了解内部控制 这是二十讲的内容 那么在了解的基础上 来识别评估重大错好风险 那这个重大错好风险 是两个层次重大错好风险 包括财务报表层的重大错好风险 和认定层的重大错好风险 而识别评估重大错好风险呢 是我们本部分啊 二十一讲的内容 所以其实风险评估是这个三角形 对吧 到识别评估两个层次重大错好风险就结束了 那么针对识别评估出来的 两个层次的重大错好风险 接下来啊 注册会计师要来实施风险应对程序 那么针对识别评估出来的 财报层重大错好风险 注册会计师实施总体应对措施 而针对评估出来的认定层重大错好风险 注册会计师实施进一步审计程序 所以右边这一部分 其实是第二十部分风险应对的内容 对吧 这个进一步审计程序 其实我们在之前的课程中啊 也接触过啊我们在讲审计程序的时候 给大家有解释过这个进一步实行程序 对吧 它有两种分法 如果按照总体方案去分 可以分为实质性方案和综合性方案 那么实行方案就是以实行程序为主 不实施控制测试了 而综合性方案呢 是同时实施实行程序和控制测试 那也可以按照具体审计程序去分 可以分为啊 控制测试和实质性程序 好 接下来啊 我们就正式开始讲解第十九讲 了解贝史尼单位及环境的前面五个方面 那么这一讲总共是六个考点 考点一是概述啊 是了解贝史尼单位及环境六个方面的总体要求 我们具体来分析一下 这个六个方面哪些是属于内部因素 哪些属于外部因素 好 考点二三四五六 那就是了解贝史尼单位及环境的前面五个方面 包括考点二 行业状况 法律环境和监管环境及其他外部因素 包括考点三贝史尼单位的性质 考点四贝史尼单位对会计政策的选择和运用 考点五贝史尼单位的目标战略以及相关经营风险 考点六贝史尼单位财务业绩的衡量和评价 所以二到六就是了解的前面五个方面 好 我们可以给大家大致看一下 了解贝史尼单位及环境 前面五个方面大概包括哪些内容 那么接下来这个括号里面的内容呢 你可以选择说 在听课之前就先简单的过一下 那也可以说你把整个石九奖学完之后 你再回过头来用这些图表 来进行复习 好那第一方面行业状况 法律环境 监管环境和其他外部因素 又拆分成 有行业状况 法律环境监管环境 然后还有其他外部因素 那你看这个行业状况又分为 五方面 所处行业的市场供求与竞争 生产经营的季节性周期性 产品生产技术和变化 能源供应与成本 行业的关键指标统计数据 那么这个 这是我们接下来要具体去学习的 那这是光价 对吧 好然后法律环境和监管环境 又有六个方面 那我不去念了 你会发现 这个六个方面 它都是跟法规相关的 好然后其他外部因素 又有四个方面 宏观经济景气度 利率 汇率 通货盆撞率 好这是第一个方面 然后第二个方面 被史仪单位的性质 那被史仪单位的性质 又分有三个结构 三个活动 还有一个报告 然后第三个方面 是被史仪单位 对会计政策的选择和运用 又分为四个方面 一些重大和异常交易的会计处理 在新领域和缺乏 权威性标准共识领域 去采用重要会计政策产生的影响 会计政策的变更 还有新颁布 才会报告准则的话 被史仪单位是怎么采用 如何采用 这些规定的呀 好这是第三个方面 然后第四个方面 是被史仪单位的目标战略 及相关经营风险 那么这个目标战略 和经营风险 它们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 那么哪些领域 又可能产生这些经营风险呢 还有这个经营风险 和重大错误风险 又有怎样的关系呢 这是了解的第四个方面 好了解的第五个方面 是被审计单位的 业绩衡量和评价 那么又包含啊 五个方面 要关注哪些关键的业绩指标 那么我的标刊 就我前内部的标杆 比如说同期的数据啊 预算预测是怎么样的 那么我的外部的标杆 我的竞争对手的表现 是怎么样的 还有呢 我员工的业绩考核 还有激励性报酬政策 是不是过多的 跟收入跟利润的增长率挂钩 好 这就是了解 被审计单位及其环境的 五个方面 好 看本讲的一个考勤分析 那么本讲 属于风险评估部分的基础 理论 内容啊 主要是讲解了 柱子会计师 对被审计单位啊 及其环境 了解的前面五个方面 那么本讲内容在 历年考试题目中啊 主要是一客观题啊 选择题的形式进行考察 就是风险评估 要么你就 直接是考选择题 如果是 考综合题的话呢 它考的是一种思路啊 这个我们在18讲 给大家说过 对吧 问你是否存在 认定成就能够好风险 如果存在 让你去写项目 写认定 它考的是这种思路 而不是说 真的在我们18讲 19讲里面体现 如果说单纯啊 我们说考了解 了解的这些方面 前五个方面也好 包括20讲 了解内控也好 那么主要还是 考察这个选择题 好 下面考点一 了解背省一单位 期环境 六个方面的一个 总体要求 那么注册会计 是应当从下列方面 去了解背省一单位 期环境啊 那么这个六个方面 请你先背下来 有人说背下来干嘛 会考吗 不会考 绝对不会让你去默写 那为什么要背 这是最基础的框架 你说这个六个方面 你都记不住 每一个方面 在拓展的内容 你怎么可能记得住呢 对吧 所以六个方面啊 不管三千 是你先把它背下来 第一方面叫 行业状况 法律 环境和监管环境 及其他外部因素 第二方面叫 背省一单位的性质 刚刚我还说的 又包括 三个结构 三个活动 一个报告 对吧 好 第三 第三 是背省一单位 对会计政策的选择和运用 还有第四方面 背省一单位的目标战略 以及相关基因风险 第五方面 背省一单位的财务业绩的衡量和评价 还有第六方面 了解背省一单位的内部控制 好 那么我们区分一下 这个六个方面 哪些是属于 内部因素 哪些是属于 外部因素 那你看 行业状况 法律 环境和监管环境 及其他外部因素 这个肯定是外部因素的 对吧 背省一单位的性质 这个是 内部因素 结构 活动 才有报告 都是内部因素 那么背省一单位 对会计政策的选择和运用 也是内部因素 好 背省一单位的目标战略 及相关经营风险 这是不是也是他的自家室啊 也是内部因素 好 然后 背省一单位的财务业绩的衡量和评价 那么财务业绩的衡量和评价 前面 我们在讲框架的时候 也给大家提到过 这个呢 其实啊 是 会计师先选定一个 关键的一个指标 然后呢 看 背省一单位 他是怎么把这个实际业绩 去跟他内部的标杆 比如说同期数字啊 比如说 预测预算啊 或者跟外部标杆 比如说 竞争对手啊 行业平均数啊 去进行比较的 有差异 再去采取这个纠正措施 所以呢 既然涉及到跟标杆去比 所以他既有 内部因素啊 也有这个 外部因素 好 第六方面啊 是被审计单位的内控啊 这是内部因素 所以呢 应根据啊 所了解到的 被审计单位的信息 分析识别 可能存在重大挫爆 这个是影响报表整体 还是说影响 具体交易账户 及相关认定 就是在了解 被审计单位 及环境的基础上 你识别出来的 重大挫风险 你要区分 它是属于财报层 重大挫风险 影响报表整体的 还是说影响 具体交易账户的 这种认定层 重大挫风险啊 好 那么刚刚我们分析过了 六方面 第一方面 行业状况 法律和监管环境 及其他外部因素 是属于外部环境 二三四六 是属于内部的一个因素 那么第五 就是那个业绩衡量和评价 它既有外部因素啊 也有内部因素 所以考点一非常简单 好 接下来 我们开始考点啊 就正式进入到 了解被审计单位 及其环境啊 前面五方面的一个学习 好 那么考点二啊 考点二是 行业状况 法律环境啊 和监管环境 及其他外部因素 好 那我们拆分过来啊 第一方面 是 行业状况 那么这个行业状况 又分五个小方面 包括你看 第一方面 是所处行业的市场 与竞争啊 后面我们 每一小方面 我都给大家编写了案例 还把这个案例呢 跟报表的项目 跟认定 去挂钩了 就是因为风险评估 难倒了很多学员啊 所以你会发现 风险评估的这个讲义啊 是跟我们官方教材 有很大不一样的 官方教材纯理论 根本看不下去 那我尽量已经啊 把这些理论呢 已经转换成一些小的案例 那么我们看 这些小案例之前呢 我们先把 这个大体上的这个内容啊 先给大家解释到位 你大概懂 然后我们再看这些小案例啊 好 第一个是 行业的市场与竞争 属于这个行业状况 那你说 一个行业如果说 市场竞争非常激烈 会带来什么风险啊 会带来 我现有的产品 可能卖不出去啊 因为我的新竞争对手 可能推出了新的产品 那么 我现有的产品卖不出去 我的营业收入可能高估了 还有呢 我老产品 我该提的跌价 可能没有提 对吧 好 第二方面 生产经营的 季节性和周期性 那么注册会计师 如果了解了 这个行业的季节性和周期性 那么他就可以去思考说 哎 我这家企业啊 每个月这个收入的波动 是不是和这个季节性 周期性相符呢 比如说 我这家企啊 它是 卖这个羽绒服的 那么正常 他收入的高点 是不是就得看 哎 今年 这个寒冷的季节啊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比如说 明明啊 最冷的时候 是2022年1月份才开始的 然后 这家企业的收入高点 却出现在了10月份 那是不是就差得有点远 难道有那么多人 都在储备这个衣服吗 对吧 所以这只是一种分析的一种思路 还有像以前啊 这种K12教育很火啊 就这个国家还没有 监管之前 对吧 那你说 一个K12的一个企业 它的收入高点 理论上是什么 应该是寒暑假啊 小朋友没事啊 家长都去买课了 对吧 那你说 如果是寒假的话 那么它的收入高点 也应该是在 一月份 一半一月份 才放这个寒假吗 那如果说 发现这个收入 变成12月份 是收入的高点了 那就要是怀疑说 哎 这家企业 是不是有提前 确认 收入的这种风险 对吧 好 下面第三点 与被审计单位 产品啊 相关的 与被审计单位 产品相关的 生产 技术啊 生产技术 那么如果说 我审计的这家企业 是跟技术密切相关的 就是这个生产技术呢 它更新换代非常快 那么这种新产品 就很容易取代老产品 那么又涉及到 老产品的收入要下跌 老产品要提跌价 另外就是 跟这个老产品 绑定的这个技术 比如专利权啊 对一些无限资产 它也应该去提准备 好 这是第三点 第四点 能源供应与成本 去了解一下 我这个产品的能源供应和成本 包括供应商的溢价能力 如果说供应商的溢价能力很高 那么这个原材料 包括这种能源啊 单位成本啊 就是很大程度 它就是由我的供应商 说了算的 好 第五方面 行业的关键指标和统计数据 那么这个行业 它的关键指标是什么 是收入增长率 还是利润率 然后这个行业 平均的这种收入增长率 利润率是多少 我的竞争对手又是多少 然后我企业 是这么多的金额 到底合不合适 所以大家学 风险评估这一步方 特别是这个十九角 了解背试应单位期环境 前面五方面 你一定要会自己脑补 否则你去背背这些小点 没有用 因为考试的时候 它不直接考察 你让你去默显 你一定要有这个小点 你要自己去联想 哦 为什么我做的会议是 要了解这个方面呢 那么了解下来 了解到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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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出现什么什么样的问题 那么出现什么什么样的问题 有什么什么重大错风险 那它影响 报表的什么项目 什么认定呢 你可以去多想 开始可能觉得比较困难 慢慢的 你养成了这种脑补的这种习惯 就会觉得其实啊 风险评估也就那么一回事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对 这个五方面 我们用一些小案例啊 给大家展开 好 那我们看第一个小方面啊 所处行业的市场与竞争 然后我们拆成这个市场 市场需求相关的 还有跟竞争相关的 好 一点一是关于企业所处 行业的这个市场 那比如说A柱块审计假公司 那么A柱块在了解 假公司市场需求时啊 发现假公司生产的某种产品 在市场上需求 已经开始大幅下降了 比如说 这个假公司是生产什么呢 生产按键手机的 那你说现在 按键手机还有市场吧 基本没有 被我们这种触屏啊 智能手机所取代了 这是大趋势 你说现在 还有谁用这个按键手机啊 可能都是一些啊 老年人 各位的爷爷奶奶们 从话费送的那个手机 可能是这个按键手机 但是可能还有 还有一类人也会用这个按键手机的 就是我们庞大的啊 考柱块的学员啊 但是这是可能 这是一个潜在的市场 为什么呢 也就是之前啊 金英老学过学员 他为了过柱块 他特地 把他的这个苹果手机 换成了那个小米的 有一款啊 那个按键的手机 为什么呢 他就是不想用手机 去刷朋友圈 刷微博 觉得他手机啊 他连微信都不想装啊 有事就给我打电话 不要打扰我 他就想全身性的 投入柱块的学习 如果说你觉得 你每天大量的时间 耗在了这个刷微博 刷朋友圈 刷抖音上面啊 你可以试试这个方法 说不定你换个按键的 这个手机啊 你可能这个学习的效率 就提高了啊 好 那我们回到这个问题啊 但是大趋势啊 就目前的大趋势 还是用按键手机的人 越来越少啊 大家都是用这个触屏手机的 但是如果说这个假公司 他就是生产按键手机的 他面临的是什么 面临的是市场 根本没有这个需求 至少目前这个柱块学员 这个需求啊 还没能全部被激发出来 对吧 他已经没有什么市场需求了 那么再问你啊 当你发现 一个企业生产的产品的市场需求 在大幅下降的时候 请问 这个企业存在什么重大挫风险呢 你要知道你在干嘛 你是在基于了解 想识别评估 重大挫暴风险 对不对 所以当你了解到有这种情况 那么存在什么样的 重大挫暴风险呢 好 当市场需求 大幅下降时啊 那你相关存货 就存在销落不长 按键手机卖不出去了 周转缓慢 然后存货滞销 将存在跌价问题 那么如果存货 跌价 那么会影响到 存货的准确性 计价和分摊 就是我 按键手机卖不出去了 我就不给它跌价 跌价提的不足嘛 那么影响的是 存货的 金额相关的啊 所以认定的话 你存货就写 准确性 计价和分摊 好 另外一方面 你这个 没有市场需求的东西 你卖不出去了 那你整个营业收入 是不是要下跌啊 这就是我基于 对这个市场需求的了解 我注快做出的预期 但是呢 这个营业收入啊 如果说 没有下跌 反而上升了啊 你看 如果 倍水尼大卫的营业收入 仍然是处于上升趋势 那么收入有可能被高估了 那么既然收入 有被高估的风险 影响的认定是什么 是不是就是营业收入的发生认定啊 好 那么这个是从报表项目的角度 那么另外啊 我们从整个市场需求 我们来看 整个市场需求下降 如果它的本质 就是这个行业的衰落 那么在这个行业内的企业 基本面临破产和倒闭 对啊 你说你现在还以生产 按键手机为主业 你早晚要破产 是不是 那么这样的市场需求和行业状况 那么是对于 报表层有着深远的影响的 就是你再这样下去 你要破产了 就是你整个企业都不能 趋经营了 对啊 倍水尼大卫不能 趋经营 你用企业快计准则变报表 你这个财报变成技术就不合适 就是你要整个换 清算制度啊 所以这个它导致的 应该是财报层的重大传风险 好 这就是由市场 我们引出的啊 小案例 好 接下来我们再聊聊竞争 第一个方面是市场与竞争啊 就是所处行业的一个竞争 好 A公司竞争对手是B公司 那么筑快在了解过程中啊 发现这个B公司已经有了技术革新 生产的这个产品 对A公司的产品产生了重大冲击 竞争对手带来了新的产品 然后A公司有项无形资产 这项无形资产呢 是生产旧产品的专利权 请分批啊 会存在什么样的重大传风险 好 我们思考一下 首先因为B公司带来了新产品 A公司老产品卖不出去 那么A公司老产品对应的营业收入要下跌 如果营业收入没有下跌 反而上升 那么收入有高呼风险 对应的就是营业收入的发生 应收账户的存在 那么另外既然有新的产品出来了 这个老产品是不是要提跌价 那如果说该提的跌价没有提 对应的是存货的准确性计价和分担 但你说跌价少提嘛 你也可以把资产减之损失的完整性 准确性写上 好 另外一方面 还有一项专利权 是用于生产旧产品的 那现在旧产品都卖不出去了 那么这个专利权这项无形资产 是不是也应该提准备啊 那你如果该提准备没有提 那么对应的应该是 无形资产的准确性计价和分担 另外少提准备嘛 就是资产简直损失的啊 准确性完整性 这就是我们分析的思路 对吧 好 看一下 你看解析 一方面有可能导致我A公司产品跌价啊 所以这是从获的准确性计价和分摊 那么另一方面 这项无形资产是生产旧产品的专利权 那么该无形资产是否发生减值 注的会计师啊 就可以关注被审理单位啊 是否对无形资产 集体准备啊 那就是无形资产的准确性计价和分担 好 下面第二方面 我们是叫生产经营的季节性和周期性 那么也就是什么 你注快你要去了解这个行业 这个企业的季节性和周期性 然后看它审计年度 这个收入啊 每个月的波动 是不是符合季节性和周期性 好 那不同企业 不同行业 有自己的一个销售业务模式 你说如果是一个教育企业 比如小朋友K12的 那么一到六月的月均收入 相比七八月的月均收入就会比较低 因为七八月是暑假 小朋友补课补的比较多 但现在这个国家监管啊 对不对 但是肯定还有一些机构啊 在偷偷摸摸干这些事 对吧 好 那么因为七八月是暑假 这个应该是处于啊 这个行业 K12行业 它的一个旺季 对吧 那你去 你带着这种预期啊 去看它的报表 如果不是的 那么就说明 这个收入它就有阵产传风险 对吧 所以如果发现被审议单位 你在淡季的月收入水平显著偏高 那注册会计师就应该关注 被审议单位是否高估了收入 即营业收入的发生认定 存在重大则风险 当然也有可能它是跨期的问题 那么跨期就是坚持认定 也可以再举个例子 比如说这家企业是什么 销售棱营的企业 可能批发零售棱营 或者说直接自己生产 然后去销售这个棱营 那么它收入的高点 应该是大热田对吧 七八月份这种 那你如果说看到它收入的高点 是12月份 那肯定有问题 谁大冬天 去吃棱营啊 对吧 你不要扯 我最想到12月份的时候 去吃冰淇淋火锅 但那个只是很小众的市场 对啊 你正常 你销售棱营的企业 就应该是热田式收入的高点 那如果12月是收入的高点 那说明 它12月的收入可能是高估了 好 第三方面 是相关的生产技术 行业状况 里面涉及到的一个生产技术 第一点 被审议单位甲公司所处 行业状况表明 该行业呢 已经有了 技术革新啊 但是甲公司 拥有的生产技术啊 已经落后 还有该生产技术 是 被审议单位的一项无形资产 这是 技术革新了嘛 那么分析被审议单位会存在什么重大缩合风险 那么既然技术革新了 那个老技术是不是就要被淘汰了 那么老技术被淘汰 老技术是不是就要提准备 那你该提的准备 你没有提对应的是 无形资产的准确性计价和分摊 另外 当然你可以说 有资产简直损失到 完整性准确性 那么另外一方面 你那个老产品是不是要提 跌价 也就是存货要提跌价嘛 那你该提的跌价没有提 那么一方面影响的是 存货的准确性计价和分摊 另一方面就是资产减值损失的 准确性 完整性 还有就是那个收入 如果老产品的收入不减反增 那么这个收入又被高估了 反正你总是往这些方面去联想 没有错的 好 那么另外一方面 如果说这个假公司 他需要对技术革新 比如说投入研发了 发现一个企业 投入研发了 那么请分析 被审议单位存在什么重大刷风险 那么既然投入研发 哪里容易错 就是这个研发支出 入账的问题 首先他满不满足资本化 不满足资本化的 我们是进研发支出 费用化支出 那么满足资本化条件的是 研发支出 资本化 好 然后这个研发支出 费用化支出和资本化支出 到年底的时候 又分别转到什么报表项目呢 你清不清楚 如果研发支出 费用化支出 期末的时候 是转到管理费用的 但最终你在利润表里面 劣势啊 你要把管理费用里面 这块要按研发费用 你要剥离出来 你要单独去 在利润表的 研发费用里面展示啊 好 那么研发支出 资本化支出呢 你要看到年底的时候 满不满足 无形资产确认条件 如果说满足 无形资产确认条件 好 那你就转到无形资产确认条件 那么如果不满足 无形资产确认条件啊 这个研发支出 资本化支出呢 它要转到 报表的什么项目呢 叫开发支出 就研发支出 它本身不是一个报表项目 它只是一个会计科目 所以转到报表项目是 开发支出 清楚吗 所以开发支出 相对于无形资产来说 其实就有一点像 再建工程 相对于固定资产 好 具体我们看一下 就是企业 自行开发 无形资产 发生的这个研发支出啊 无论 是否满足资本化 条件 那么均应该先在 研发支出 科目中 归集 那么期末的时候啊 对于 不符合 资本化条件的 研发支出 那么就转入啊 转入 管理费用 那么符合资本化条件 但是尚未完成的 开发费用 那就继续啊 保留在 研发支出的科目中 然后期末余额 是列在这个 开发支出啊 就开发支出 它是一个报表项目 那么待开发项目 完成 达到预定用途 无形资产时 那么再将其啊 发生的实际成本 在转入这个 无形资产 好 具体分路 我们可以看一下 就是发生 研发支出时 那么我们费用化的 进研发支出 费用化支出 满足资本化条件的 进研发支出 资本化支出 那么代方 看耗费的是什么 原材料啊 应付职工信息 银行存款 好 然后到年底的时候啊 这个研发支出 费用化支出的科目呢 转到管理费用的科目 那研发支出 资本化支出 那如果说 没有达到 无形资产时限条件 那么转到开发支出 因为开发支出 它不是科目 所以就不写这个 分路了 我们直接转到 报表这个项目啊 那么如果说 满足无形资产时限条件 那就研发支出 资本化支出 到这个 无形资产里去了 好 还有一段解析啊 就是研究阶段 相关支出 应该费用化 这个是会计内容 大家都知道了吧 那么开发阶段呢 是满足啊 资本化条件的 资本化 然后不满足 资本化条件的 就费用化啊 那么 因为要这样处理 企业就可能 有什么风险 比如说 还不满足 资本化条件 它就去资本化 那么这个资本化 是不是就偏高啊 那么资本化偏高 最终 我们是进到 报表项目 开发支出和 无形资产里面的 所以这个开发支出 无形资产 它们如果金额不对的话 那么影响的就是 开发支出 无形资产 这两个报表项目的 准确性 计较和分谈 这就是 开发支出 无形资产 准确性 计较和分摊 可能存在 重大挫法风险 或者说 我还不满足 无形资产 确定条件的时候 就直接去 寄无形资产 那么这个 是从无到有的 这种增加 那么它就会违反 就会违反 无形资产的一个 存在认定 好 那如果说 应该费用化的 这个 管理费用 没有确认 那么 管理费用的 完整性认定 那又存在 出大挂风险 对啊 你该费用化的 去资本化 那就是 费用少了 然后对你的 开发支出和 无形资产多了 就是这个字路 好 下面 第四方面 第四方面 是能源供应 与成本 那么在行业内啊 如果大家都在使用的原材料成本出现一个大幅上涨 但是费审理单位的收入 或者说这个单价吧 没有变化 对啊 每件产品应该定价 没有调整 那么当你看到这样的描述 在这种情况下 请你分析 费审理单位 会存在什么样的 重大挂风险 那么这个问题啊 我们在 18讲 讲分析程序 在综合体重的应用的时候 我们有说过 对吧 单位成本上涨 单价不变的情况下 那么预期的毛利率 应该是要下跌的 是有这个预期的 然后一般呢 你算出来的毛利率 可能它是不变的 或者说上涨的 所以费审理单位 可能就会存在 毛利率高估的风险 那么毛利率 高估了好 那你转到 营业收入 那就是高了 发生日低 营收涨化存在 对应的 成本可能低估了 那么营业成本的完整性 存活的存在 能想得起来吧 所以啊 在原材料成本上涨 单价没有做调整的情况下 柱子会计是合理预期啊 合理预期 该毛利率下降 那么这个毛利率啊 毛利率它是等于 一减去收入分支成本 而如果注册会计师发现 被审计单位的这个毛利率啊 它是升高的 那么这个时候就需要考虑啊 被审计单位的这个成本 这个成本 是不是啊 被低估了 或者说整个收入 是不是被高估了 进而去导致啊 这个毛利率啊 不降反升 所以对应的 收入高估 那就是营业收入的发生 营收账户的存在 那么成本低估啊 那就是营业成本的完整性啊 存活的存在 好 接下来 第五个方面 第五个方面 就是行业的一个关键指标啊 和统计这个数据啊 那么首先 你注册就要了解说 你这个行业的 关键指标到底是什么 那么有的行业可能更关注 毛利率 有的行业可能更关注 收入增长率 对吧 你先找出这个行业的 关键指标是什么 然后呢 再看同行业平均数 大概是多少 然后再看 哎我这个企业 大概所处的一个行业的位置 你说比如 同行业 这个毛利率的水平 大概在 15%左右 然后A柱块 在被审议单位审计时啊 发现毛利率 却25% 然后你一看 我这家企业其实也就处于一个行业中有水平 那么凭什么 行业平均毛利率15% 你有25%呢 对不对 那又现在这个问题 然后他问 哎那可能存在什么重大货化风险 那又回到了毛利率高估 那毛利率高估 那不就是收入高估 成本低估吗 就是那个老问题 对吧 所以你看 毛利率 同行业是 15% 而被审议单位是25% 远比这个同行业的水平高 那么这样 这个收入的 收入的发生认定啊 和成本的完整性认定 就存在 重大货化风险 那么收入的发生认定 一页收入 一页收入 发生 一页收入的存在 成本完整性 成本完整性 存货的存在 好 所以住块可以关注啊 被审议单位是否存在于行业整体情况 不相符的情况 然后再去做进一步的分析 好 那么这就是我们对行业状况的五个方面 我们进行的拓展 好 那么具体而言啊 住的会计是可能需要了解以下情况 就是下面罗列的这些呢 是注册会计是在了解被审议单位 行业状况时 需要了解的一些方面 那么它只是一些例子 所以你读懂它 你不要去背它 因为可以了解啊 这个11个方面 那么当然也可以去了解12 13 14 15 16个方面 理解吗 它只是举了一下 需要了解的一些方面 好 包括你看 被行业单位所处行业的一个总体发展趋势是什么样的 是朝阳行业还是西阳行业 然后第二 是处于哪一个发展阶段 比如说创业初期 是起步期 还是处于快速成长阶段 还是已经成熟了 还是已经衰退了 对吧 那么这个企业的发展周期 在公司战略与风险管理啊 这门学课中不是重点讲的吗 是吧 好 然后第三 所处市场的一个需求 市场容量 还有价格竞争等 联系我们刚刚 第一方面 我们讲市场需求 还有讲市场的竞争 好 然后第四 该行业 该行业 是否受 经济周期波动的一个影响 以及 采取了 什么行动啊 使波动 产生的这个影响 最消耗 你想 现在我们就属于 大的经济环境 不太好的这么一个周期 对吧 但它慢慢的还是会复苏啊 好 然后第五 该行业受 技术发展影响的程度如何 就技术发展 会不会影响这个企业 比如说这个旗啊 是密切和 我们电子技术 互联网相关的 那么这个技术的发展 对它的影响就很大 好 第六 是否开发了新的技术 那么这个新的技术啊 涉及到这种研发了 你相关的分路 对不对 有没有把不改资本化的 去资本化 都要往这方面去考虑 好 第七 能源消耗 在成本中 所占的比重 然后能源价格的变化 对成本的影响 好 地方方面 谁是 被市医单位 最重要的 就是竞争者 他们各自 所占的市场 份额是多少 竞争者是谁 占了多少市场份额 好 第九 被市医单位 与其竞争者相比的 主要竞争 优势是什么 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是什么 第十 被市医单位业务的 增长率啊 和 财务业绩 与行业平均水平 及 主要竞争者相比如何 存在 重大差异的 这个原因啊 是什么 好 然后十一 竞争者 是否 采取了某些 行动 比如说这种 诟病活动啊 降低销售价格啊 开发 新技术 从而对被市医单位 一些经营活动 产生影响 所以行业状况 就往这些方面去了解 好 那么接下来啊 给大家补充一个实物案例 这是注册会计师 在审计过程中 基于对行业的了解 而识别出一个企业的重大则风险 好 一起看一下 我去做过一个羊终山场 十二月底的重获盘点 当我们将盘点结果 汇总给合伙人看的时候 不出十分钟 合伙人就说 这个结果有错误 不可能有这么多的原羊绒 好 什么是原羊绒啊 原羊绒就是直接从牧民那里收购来的 牧民直接从羊身上采下来 试试就是 拿着梳子梳下的羊绒 简单说什么是原羊绒 没有经过任何加工 就是直接啊 从羊身上梳下来的羊毛 羊绒 它就是原羊绒啊 还没有加工 好 就合伙人一看就说 年底的时候 不会有这么多原羊绒的 好 我们本着对合伙人的崇拜 复查了整个盘点记录 发现呢 有不少洗净绒 被误计成了原羊绒 看清楚 不少洗净绒 被误计成了原羊绒 那么请问 洗净绒和原羊绒啊 洗净绒和原羊绒 哪个成本更高 应该是洗净绒 对吧 因为洗净绒 是在原羊绒的基础上 还要去加工 那么肯定它的成本 它的价值更高啊 但是我们却没有看出来 对吧 那么既然洗净绒 被误计成原羊绒 说明这个存货的 账面价值是被低估了的 应该是价值大的 洗净绒 它继承了原羊绒了啊 好 那我们为什么 没有像合伙人那样 立刻看出来不对呢 这是我们 做具体工作的神迹 是不太熟悉 客户的这个业务流程 不知道 洗净绒和原羊绒呢 尽管都是这个麻袋装着 但是这个成本啊 是大不相同的 我们问合伙人 为什么能不到十分钟 就看出这个问题 他的解释啊 是这样的 原来 羊绒呢 都是在夏天天热时 才能从羊身上收下来的 也是天不热 谁也不会把自己的 贴身小棉袄脱了呀 对啊 你夏天 给这个羊啊 帮他梳毛的时候 他很舒服 你帮他梳 他一动不动 他享受着呢 对吧 但是你说天冷的时候 那是人家的小棉袄呀 你要把人的小棉袄 扒下来 人家肯定不愿意 对吧 所以到了差不多 九十月份天冷了吧 这个原羊绒 就收不到了 你再给羊梳毛 他就要跑了 好 那么也就是说 这个原羊肯定是天热 七八月份的时候 输下来了 对吧 那么收来的原羊 混杂着各种杂质 包括羊的汉字啊 泥土等 如果不尽快将原羊洗一遍 形成洗净绒 那放的时间长了 这些原羊就会发霉腐烂 所以说七八月份 你输下来的原羊 怎么可能在 年底的时候还有呢 早就要把它加工好了 你不加工好的 那也坏了呀 对不对 所以一个羊绒山厂 到了年底的时候 一般就没有多少原羊了 因为已经洗得差不多了 那基于啊 基于同样的道理 羊绒山厂的这个洗溶机的处理能力 那么往往是啊 半年就能将全年生产要用的这个原羊洗完 洗不完的原羊也就坏了 所以呢 这个洗溶机也是到下半年 就输下来 七月份 输下来之后 开始加工这个原羊绒啊 所以洗溶机往往是下半年忙 上半年先 好 那由于啊 上述对企业业务的理解 当然也是对整个行业的一个理解 一个好的审计师的预期就是 原羊绒在年底的余额应该很小 或者微零 因为你七八月份 你输下来 不加工也坏了啊 那么如果不是零 那么只可能说 这个原羊绒 它就是年底的时候刚输下来的 那么为什么 年底的时候羊还愿意给你输毛呢 那就是天气变热了呗 对吧 所以如果不是零啊 那么肯定有 很特殊的这个原因啊 例如地球变暖 什么的 那地球变暖又会出现另外一个问题了呀 地球变暖 你这个羊绒山 是不是 都卖不出去了 那你这个存货还得提跌价 对吧 好 所以我们从啊 风险导向 审计啊 来看这个案例 我们筑块做出什么样的预期 所以首先对于存货的预期 就是原羊绒的期末金额 应当较小或者为零 前面这个我们都解释过了 另外费用这块啊 费用项目 就是洗荣机的维修费用啊 成这个季节性 那么可能的情形啊 包括下半年的这个修理费用 与上半年相比要增加 因为对原羊绒加工主要集中在是下半年 然后水电费呢 下半年会高于这个上半年 因为下半年在加工嘛 好 然后职工薪酬 当然也就是下半年的加班费 要高于上半年 这就是我筑块 基于对这个行业的了解 建立的预期 但是我实际上 我看到了什么呢 比如说我在啊 实际 审计这家企业的时候 我发现了 第一 哎 原羊绒 我的期末金额却比较大 你看 实际 跟我预期 不相符啊 所以我就来识别风险了 那可能的风险是什么 可能的风险是什么 第一 这个原羊与这个习近荣 没有区分 原羊与习近荣 未区分 就本来这个是习近荣 他却错误地继承了原羊绒 那么这个是低估了存货 因为习近荣的价值比 原羊绒是要高的 好 那也可能高估存货 为什么 哎 这个原羊绒确实是原羊绒 但是你这么久不加工 他已经坏了呀 那坏了 你是不是应该提准备 你却没有提 那么这个他就高估存货了 因为是 减值准备啊 寄贴 不足 好 然后第三点啊 假定 企业的这个解释啊 视为 地球变暖 因此出现这种 西末存货 原容金额较大 生产均衡的这种情况 那么 又会存在 产品滞销 原容上啊 产品滞销的可能 期末存货 价值还是高估 啊 这个准备啊 还是集体不足 好 这是了解 第一方面啊 然后 第二方面啊 第二方面 是 维修费用 没有 明显的 季节性 这个水电费 发生较均衡 那 我的预期是什么 这个维修费用啊 水电费啊 工资成本啊 都应该是下半年高 但它却 比较均衡 那只能说明说 你这个下半年 也没加班 生产 也没生产 对吧 所以它在没有 费用 没有水电费啊 理解这个意思吗 那么为什么 会出现这种情况 订单少 那所以可能的风险 鞋的生产 已经存在问题了 订单减少 导致这个生产量 也减少 所以上半年 跟下半年啊 这个才会均衡 好 然后第二啊 固定资产啊 存在 闲置的这个状况啊 那么价值 可能高估 然后减值准备呢 自己提可能 不充分 你订单少嘛 固定资产闲置了 固定资产闲置呢 那么价值可能高估了 因为我们要比较 固定资产的账面价值 和可收回金额的 孰高孰低嘛 来确定说 它要不要提 减值呢 有可能 账面价值 已经低于 可收回金额了 那么固定资产 都要提 减值呢 没有提减值 又存在固定资产 减值 少提的这么一种情况 对吧 好 那这就是啊 给大家举的 筑块基于对 行业状况的了解 而可能识别的 重大划风险啊 好 那么这个案例啊 不是我写的 那我是摘自一本书 啊 这本书名可能有些学员也听说过啊 叫 让数字说话 啊 审计就这么简单 那么这本书是金老师 一个前同事啊 笔名叫金石七贤 他以前也是这个普华永道的 他是在他离开普华永道很多年之后 啊 然后他把 可能之前觉得一些非常有意思的这种案例啊 就进行了汇集 所以说如果说你想培养一下 这个对审计的兴趣 那你可以啊 当小兽一样去看看这本书 但是你说 这本书啊 对我们真的筑块考试 有多大的帮助 那不见得 但是他绝对是可以培养啊 你对审计啊 甚至是你对这个财块的这个兴趣的 好吗 好 那我们接着往后看 这个我们讲的是行业状况 谢谢大家